而这场意外发生之后 许多旅客惊慌逃生 也用手机拍下惊险一瞬间 身怀旅客说 当时飞机已经要降落了 又突然加速 飞机在跑道上不断弹跳 整个过程长达10秒钟 这事班级还在冒烟 旅客一个接着一个往草坪上逃命 有些人根本搞不清楚状况 只知道再不走就会有危险 身怀旅客有手机记录惊险画面 声音还在战斗 当时飞机原本要降落了 又突然加速 飞机在跑道上不断弹跳 恐怖过程长达10秒钟 这位身怀者刚好坐在逃生门旁边 帮忙指挥疏散乘客 CNN记者推测 可能是旅客下机后 机尾才出现裹事 因此没有造成更多伤亡 当时也在机上的三星执行副总裁 恩大卫幸运逃过死结 确定平安后 随机用推特告诉外界最新状况 脸书营运营长桑伯格 也在脸书po文 他和家人同事差点搭上失事航班 幸好换票提早降落逃过一劫 历经生死关头 降落失事的恐怖遭遇 在乘客心中留下阴影 中天新闻最后报道